大家好 前一堂课讲到止序的问题 今天就拿一首小曲子来练习 小星星的旋律几乎每个人都熟悉 就不多说 这一首周旺老师改变的小星星 可以让想要练止序的朋友 在音阶练习烦闷之余 拿来练练手 我们先来分析它的内容 以方便大家来背谱 第一段是用勾托和大错 谈的基本旋律就不多说 大家都晓得是抖抖嗖嗖拉拉嗖 就是注意它的发汗T的音要按准确 不要有滑音 我有一堂课就是拿小星星来讲解 如何按发汗T连线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第二段是辩奏 按惯例 我们先把第二段的每五小节 用数目字先写上 一共是三十二小节分成四个句子 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讲它的第二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段第一句是从第一小节到第十二小节 这是它的第一句 那看起来好像有很多音好像是很乱 其实它仍然是音阶在进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如果把从第二小节开始 第一拍和第三拍的第一个音去圈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进行是拉手发 米 瑞 瑞 斗去进行 然后它是去反复 好 然后呢 我们看 接下来你会认为说这个是第二句 其实它不是 它仍然是第一句 但是它是第一句的后半 后半读 就是它后面的半段呢 在反复 所以我们看 你认为的第二句可能是 so do mi so fa so re fa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句 OK 我们现在就看到 so do mi so fa so re fa 所以它看起来像是第二句 其实是第一句的后半段去重复 接下来呢 那它又再开始把第一句再弹 再弹一遍 所以我们看第一句呢 现在已经弹了三遍半了 几乎你的整个曲子三分之二都弹完了 所以你只要把第一句去背好 你就没有什么需要去背的了 好 接下来第一句去反复完之后 就是我们的主旋律 那这个你也不需要背 do do so so la la so 然后它就是大拇指跟食指 就是用脱膜去弹的 只是它的食指 它抹的音呢 是一种像装饰的音 所以你只要把大拇指的音 稍微去弹的声音 稍微去大一点 去强调它 你听出它主旋律是 do so so la la so就可以了 好 弹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才有一点像是第二句 但是这个第二句 也其实只是去过度的 所以它是弹 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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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so so m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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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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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用一个so so so 这样子的音 去稍微去变化 一下而已 接下来它又把第一句 再重复了一次 所以你看第一句 真的很重要 它一直在反复 好 第一句谈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谈尾声 尾声是一个和弦音 就是do mi so 还有re fa la 还有so ti re 就是用和弦音去结束的 然后它在谈do mi so 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也是用拖模 而它的模跟你的拖 是间隔一个音去弹的 所以你看结尾是do mi so do mi do mi so 然后在高音高八度音 do mi so do mi do mi mi so 做结尾 所以它的结尾是一个和弦去结尾的 这和弦的音呢 在钢琴上面是不难弹 但是呢 在鼓针上面是不太好弹的 所以这个稍微去练一下 但是也不是真的是很难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的 它的第一句 它是用大拇指 加中指 然后是食指 然后是大拇指 好 然后 它的指头顺序跟间隔 都一直是保持这样子的 就是大拇指先弹 然后是中指弹 但它的中指跟大拇指 并不是中间隔四根弦的八度音 它是只有隔两根弦 所以它是弹 好 然后接下来来呢 就是用食指弹 这两个指头 它中间的音 接下来都一样 它都一直 它保持 它指法是这样子弹的 整个低段 甚至整个 就是它整个在变奏的部分 都一直是这样弹的 好 所以呢 你就照指法练 千万不要去改变 好 所以它的第一句呢 弹三遍半之后 是主旋律的音就是 就是托 母 所以你就是强调你的大拇指的主旋律的音就好了 好主旋律弹完之后呢 是一个过渡 就是 它就是用 收收收这样子去过渡它 但是它的主音呢 是在你的 食指的母上面 好 这一段弹 这一句弹完之后呢 又是把第一句再重复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尾声 它尾声呢 它用的是 Dol Mi Sol 用和弦 然后是Re 法拉 然后是 手 C R 所以它就是用 用和弦音 去把它做结尾 所以这整支的 曲子重点 就是在你的 第二段 变奏的 第一句上面 所以你只要把第一句的 指形去练会了 其他的就是 去熟悉它而已 最后我们要讲一下 要用多快的速度去弹它 练习的时候 当然是从最慢速去练起 正式演奏的话呢 周旺老师这里标注的速度 是60 他写的这速度是60 当然也有人用80 或者甚至用100去弹它 但是无论是多快 都用你自己认为最舒服的速度做标准 因为演奏音乐不是赛跑 用不着比谁跑得快 如果只是在乎速度 却弹得跌跌撞撞 摔得鼻青脸肿 那还不如稳稳荡荡的从头弹到尾 周旺老师注明 这一首曲子应该轻松愉快的去弹它 大家就轻松愉快的去练习吧 用什么样的速度都可以 它的目的只是在让你练习它的止序而已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